隔壁刚搬来个人欺小娜 正直青春期的男生 立马从窗边注意到了她 小娜面容娇好 身材修长 男生从窗边看得瞬间入迷 那如此铁般的眼光 引起了小娜的注意 男生被吓得一惊 连忙躲到后面 但男生依然觉得意犹未尽 假意出来修自行车 实则在一旁窥视这个女人 小娜像早就感应到了一样 故意蹲下来系鞋带 两人四目相对 女人妩媚地朝男生笑了笑 展开的红唇 直击少男懵懂的内心 但他始终不敢主动上前打招呼 这小帅哥名叫小道 是个品学兼优的乖学生 到哪都带着一堆学习资料 平时只跟女同学谈论学习问题 对女生搭上害羞得很 他的父母看到儿子这么用功 决定带他一起来 阳光明媚的海边小镇度假 本来是想安静地享受假期 打打零工度日的小道 这天下班骑车回家 却被父亲叫住 认识了隔壁的富豪邻居 面对富豪 父亲不仅吹嘘小道学习好手巧 还对帆船略有了解 这下巧了富豪新买的帆船 正需要修理 于是父亲当场就大方地 安排小道明天去帮忙修理 第二天到了小道 在船上四处张望 其实他的目光并不是查看船物 而是盯着浴室里 刚有完勇的小娜 小道陶醉地偷窥着 突然富豪出现 把他吓了一跳 只好装作在修理帆船 演示自己的窘境 另一天小道像往常 一样在窗口目送小娜出门 可刚坐下就听见小娜尖叫声 小道以为她遇到危险 火速冲了过去 结果却只是因为 驾驶台上的小蜘蛛吓到了她 为了在美女面前显露男子气概 小道勇敢地擒拿住小蜘蛛 并踩死了她 这时小娜的车出了点问题 小道自信地表示能解决 于是两人一起修车 她也毫不在意地坐在她的腿上 甚至连肩带也不经意地掉下来了 这样不知所措的小道 有点心愿意马 不过故障解决得太快了 小道仍然沉浸在刚才美妙时刻 工作之余她跟朋友吹嘘这事 但朋友警告她富豪很容易吃醋 最好不要跟她的女人扯上关系 可小道听而不闻 还是幻想着什么时候能再次与小娜相遇 而这次机会竟然再次降临到小道头上 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 屋外雨水不停地砸打着 窗户嗖嗖作响 而一位人妻却被淋得全身噬头 她娇羞地请求小道帮她打开房门 原来小娜忘带了回家的钥匙 美女屈身求助 作为男人怎么能拒绝呢 小道二话不说 立马脱去上衣 展现出健壮的身材 准备着要帮助这位人妻 然后小道用衬衫包住石头打破了窗户 钻进屋内 把小娜放进来 但自己却不小心被玻璃划伤 看到小道腹部流血 小娜贴心地俯身处理她的伤口 还在伤口上吹口香气 让小弟弟不害怕疼痛 这个举动让正直青年的小道情欲激发 一不做二不休强吻了小娜 然而小娜没有责怪她 反而鼓励小道加强稳计 有了人妻的允许 小道彻底放开了自己 充满激情地与人妻缠绵 经过一夜的国际象棋对应 小娜警告她千万不能把此事说出去 否则她俩都会完蛋 小道自然明白后果 但这奇妙的体验让她难以忘怀 时时刻刻在脑海中重演着那晚的情景 然而现实的隔绝让小道无可奈何 只能拼命锻炼和工作 试图压抑内心的浴火 小道那天在富豪的船上干活 小娜突然如幽灵般出现在她身后 接着在船舱里倾吐着对少年的强烈思念 小道表示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 然后再也按捺不住 和人欺上演了罕见的船上激情时刻 这次真情流露后 他们的关系突飞猛进 总是想着再次切磋武艺 正在杂货店后面猛烈运动时 富豪突然现身来找小娜 他俩赶紧停住呼吸 生怕富豪听到声音 幸好富豪只是点了根烟 没有继续走进来 小娜迅速出去 把富豪引开了 不过这一幕把小道吓得魂飞魄散 他摊坐在地上需要好 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但幸好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富豪要出差后 小道终于可以在豪宅中 大摇大摆和小娜在一起 享受快乐时光了 在床上小道发现了小娜脚踝上的新型纹身 却只有一半 小娜解释说那是他年轻时的冲动之举 等小道长大后就会明白 爱情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尤其是现实中的爱情 然后他又给了小道一部新手机 方便日后联系 以免让富豪发现他们的交往 小道被小娜的撒娇逗得乐不思蜀 所以对刚才他说的话没太在意 然而万万没想到 在俩人随后的厨房打闹时 原丁在窗外看到了这一幕 让小道感到紧张 希望原丁不要多管闲事 然而等富豪回来的那天 小道竟然被富豪邀请到了船上 原以为自己的行为暴露 富豪会责难他 但意外的是富豪只是随意 地闲聊起小道的恋爱情况 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 这让小道那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然而船舱突然冒出浓烟 似乎是引擎出了故障 趁着富豪下去查看的时候 小娜向小道透露 他今晚就计划和富豪离婚 然后过上自由的生活 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 到了晚上小道接到一通电话 原来是人妻在电话里哭哭啼啼 让小道去警局门口接他 小道急忙赶去 结果得知人妻提出离婚后 富豪大发雷霆 对小娜进行了暴力相向 为了保护小娜小娜不得 不对警察说伤是自己开车弄的 幸好富豪即将出差小道 非常心疼地把小娜护送回家 经过两周的缠绵 小道已经完全陷入了爱情的温柔乡 然而一场大危机却即将降临在她的头上 这天小道刚回家就收到小娜发来的短信 让她赶紧去自己的房子里 小道一时间以为他们的偷情事情败露 于是慌慌张张地跑了过去 可眼前的场景让小道大吃一惊 富豪满头是血倒在地板上 小娜委屈地哭喊着 表示富豪刚才又要对她动手 她只是正当防卫 恳求小道帮忙掩盖事实 否则她一定会被送进监狱 以陷入情爱的小道固步的这些 匆忙地帮小娜清理了现场 乔装打扮后 拖着富豪的尸体放入了帆船里 不巧的是海边的保安看到了船上的小道 为了掩饰身份小道 还像富豪那样点起了烟 紧接着编造出富豪是醉酒出海 意外被围杆撞晕 并被手里的香烟 引燃了舱内的烈酒而死 很快当地警察发现了被烧焦的富豪尸体 更重要的是小道从警察口中得知富豪 曾投过一份价值1000万美元的大保单 而直接受益人 竟然是现在变成寡妇的小娜 为此保险公司派出了王牌 女律师来调查案件的真相 女律师对小娜步步紧逼 不堪其扰的小娜一开始否认与此案有关 但在追问下小娜向警方透露自己曾经被 陌生人跟踪骚扰在结合保安的目击证词 警方初步判定是此人杀了富豪 此时乌漏偏逢连夜雨 女律师在破碎的窗户上发现了小道的血迹 并由于好极有的多嘴 女律师得知了小道夏天奇怪的行踪 直接将矛头对准小道 不仅多加审问 还采集了小道的DNA 准备与窗户上的血迹对比 因为从警察口中得知 小娜居然在一个月前就去医院做过强奸检测 体内的DNA正好与窗户上的血迹匹配 终于小道意识到自己被小娜陷害了 再也顾不得脸面 向好友道出了真相 好友让小道保存好手机里的聊天记录 这才能证明自己没有强奸小娜 然而当小道去小屋找手机时 手机早已不翼而飞 此时小娜出现 说手机自己收了起来 并搔手弄姿的亲吻小道 等警察赶到时小娜撕开衣物 摆出一副被小道强暴的样子 幸好当地的警长从小看她长大 不相信小道会做出这样的事 亲自放走小道 去追赶小娜拿回证据 万幸的是小道在一所住所里找到了手机 并向女律师展示了里面的聊天记录 女律师表示相信小道 但她得在这里等警察来 说完就拿走手机 带着小娜走了出去 然而当看到他俩脚上相同的纹身时 小道恍然大悟 原来他俩是曾经的诊 一场阴谋根本就是俩人一手策划的 这对情侣就这样拿钱跑路了 还好临走之前留下了手机里的证据 这才让小道只是坐了几周的牢 日后小道依然会回想起 这场危险又美妙的经历 这部美国惊悚悬一片小新许愿 内容尺度较大 某岛国常见的隔壁老公不在家题材 既满足了一部分男性观众青春时的性幻想 又层层反转 直到最后一刻才揭开真相 仅从叙事模式来说 算是很套路化的黑色电影 即男性主角遇到充满神秘感的女性角色 一番调查探索后 被蛇心女人完全吸引住 一步步深陷淋雨 直到真相大白 只不过本片将常见的黑色电影元素全部剥离 没了标志性的明暗对比打光 更没有了主角身上的悲剧宿命感 反而像一部擦边的软桃色悬疑电影